大家好 我是鄭佳琪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新闻 头条的新闻重点放在日本 面临61年来最强的台风威胁 哈吉贝以中度台风的威力 预计今天深夜会从靖岗或者是神奈川登陆 当地民众现在严正以待 因此包括了百货公司卖场餐厅 纷纷宣布暂停营业 目前已经有多达140万位的民众 接获撤离通知 而赶在风雨来临之前 便利商店超市这些货架上的 所有食物饮用水 几乎被民众扫购一空 东京街头已经下起雨来 卖场里出现大批民众 呛在台风来临前 采买矿泉水和食物 台风断水就会困难 所以家里也有多少 但我认为我们要买点赶紧 今年第19号台风哈吉贝来势汹汹 正逐步逼近日本关东地区 预计12号晚间就会从 靖岗线或神奈川线登陆 从卫星画面可以看到 哈吉贝的暴风圈相当大 势必带来强风大雨 空中交通方面已经取消超过 1800架次航班 就连东京迪士尼也首度 因为台风整天停业 越台地区已经出现风浪 日本气象厅表示 哈吉贝恐怕是当地 61年来最恐怖台风 1958年的时候 野川台风当时造成超过 1200人死亡 这回政府不敢掉以轻心 不少居民也敢在台风来临前 把门窗固定好 做好防台准备 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 大海新闻黄静廷编译 还有在这个地方 也是多达10万人撤离 是因为森林里的野火燃烧 美国南加州洛杉矶的 西南边以及东边 接连爆发两起 重大的野火灾情 在东边的河滨郡 烧毁了90栋房屋 而西北边的大火则是 有多达1900公顷的林地 复制一具 当地根据了解 湿度低再加上 强风助长之下 消防人员根本没有办法 控制住火室 绵延翠绿山头上 点点火光吞噬大片森林 冒出的浓浓白烟 遮蔽整片天空 我们现在在0%保存 现在是4700公顷 美国南加州 洛杉矶西北方的 盛费南多谷 10号爆发安极大火 由于湿度相当低 加上干燥又强烈的 盛塔安纳焚风影响下 火场面积快速扩大 大火也波及住宅区 超过10万人 紧急撤离 强风助长下猛烈大火 就像群魔乱舞 黑夜中显得格外吓人 洛杉矶东边的河滨郡 同样遭到野火肆虐 火场被命名为台木大火 如果浓烟直窜天际 火势延烧到民宅 至少有90栋房屋被烧毁 而火场面积也超过300公顷 消防人员只控制住 10%的火势 大家新闻 黄敬平编译 非洲国家星巴威则是面临1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超市内的商品价格一个星期就涨了两倍 民众根本买不起生活用品 而在这样恶性循环之下 内需市场萧条 不少公司被迫倒闭 民众失业 越来越穷 更是没有钱买食物 就连收入相对比较高的医生 也都被迫暂停歇业 新巴威民众买东西买到很火大 因为商品价格又寒涨 超市价上的商品 一个星期内价格就翻了两倍 非洲国家星巴威面临1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程度仅次全球第一的委内瑞拉 高昂的物价让人吃不消 当地医生也养不活自己 无心上班 货币贬值 物资短缺 将上产业萧条 新巴威经济形成恶性循环 总统姆南加瓦曾经誓言要挽救经济 但是一年过去了 情况是每况愈下 大爱新闻 罗文景编译 而人类史上第一位在太空漫步的人 是前苏联太空人李奥诺夫 11号传出他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过世 享受85岁 1965年3月18号 李奥诺夫搭乘日出2号太空船进行任务 当时他走出太空船 在太空漫步了12分9秒的时间 成为人类史上太空漫步的第一人 而他也曾两度荣获国家最高荣誉苏联英雄奖 在长期对抗病魔之后 10月11号传出此事的消息 人类进逐外太空却还不如脚踏实地过生活 来得比较有实际也有意义 异国风情多元文化兼并续 带您到印尼看看 第一个写着小印度的牌楼 就在绵兰这个城市 印度人在19世纪开始来到棉兰定居 一开始是因为在棉兰开发了烟草种植园 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印度人前来工作 他们认真打拼的精神受到肯定 第一批印度人成功的例子 让其他族群的印度人 也想来这里闯出一片天 后来不止在烟草园工作 印度人也来到棉兰当建筑工人 司机还有做生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座西利玛利亚曼印度庙自从1881年开始建立在棉兰 成为棉兰本土人与印度人长久以来和睦共处的见证 在西利玛利亚曼印度庙隔壁还有一间西克教的寺庙 印度裔是印尼族群当中分不开的一部分 住在棉兰的印度人后裔分成各种生活背景 不过他们非常团结 最近在棉兰建立的小印度牌楼成为印度城的象征 这是在东南亚建立的第三个印度城 第一个印度城建立在新加坡 第二个印度城则在马来西亚 印度文化在棉兰人的生活当中添加了色彩 这是在棉兰社会里多元中团结的最美体现 白新闻印尼报导 今天是世界安宁日 国内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借此向民众推广安宁疗户的概念 也呼吁社会大众应该重视 末期病人与家属的身心灵照顾 优扬的乐声从舞台上传来 台下坐满聆听的观众 但这不是一般的音乐饗宴 而是传递安宁疗户的音乐会 以前对这种事比较不懂 那今天就有更加一层的了解 那因为我们刚刚都有拿到单字 我们会等一下会带起老花眼镜 我们会慢慢的看 有一天我们老的时候 第一不要给子女造成困扰 第二不要浪费医疗资源 把这个资源用在 更需要用的人的身上 台上带头签署医院书 其实宣导已经迈入第13年 2000年台湾通过安宁缓和条例 签署入法保障病人自主权益 在2019年的元月份 正式实施病人自主权利法 来呼应安宁疗户的概念 从民间到政府 安宁推广不遗余力 社会大众他对安宁招呼这样的理念 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一些 比较轻松的方式 让大家来了解安宁 或者是深入来 探讨安宁这样的一个议题 卫福部的官网上 也开立了一个专区 叫做自主权利专区 那里面呢 那么也可以在线上来签署 安宁缓和议院 整个程序只要三天左右 那么就可以完成 安宁不只聚焦在谈论死亡 而是把过生活融入照护当中 活着不只是目标 将选择权交给病人 需要体谅与智慧 戴新闻科兴志台北报道 台湾每一年平均有超过 一万三千人死于脑中风 除了高血压肥胖是危险因此 专家还指出 包括了心防战动心率不诊 以及颈动脉狭窄 更是致命的隐形杀手 因此一届呼吁民众 应该要建立起筛减的概念 远离脑中风的威胁 花博公园一早人几人 民众都在拍什么 我测量过吗 没有 因为没有那种尝试 对啊 现在慢慢一些尝试比较公开 那我们比较知道 就会去预防 打破迷思 除了常听到的肥胖 高血压血脂 是造成脑中风危险因子 其实心防战动 心率不整 颈动脉狭窄 更是直接致命的隐形杀手 往往被民众疏忽筛减 可能是去议试了 急诊室来可能要突然倒了 然后可能就是抽血检查 超音波什么全部上来以后 才发现这么严重 心跳现在是每分钟89下 可能是刚进冬 可能会稍微比较快一点 年纪轻轻的林同学 特地来做心电图筛检 面对脑中风年轻化 自有一套保健之道 都是人嘛 所以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想说就试试看啊 不会吃很多 就是很油很咸之类的 对 医生中风的年纪 年纪这个降低 可能45岁以后 特别有代谢症候群的人 也是一种 一个筛检评估的一个阶段 压得到 对 放轻松啊 除了建立定期筛检观念 还要问问最基本的 不抽烟 喝酒 维持良好生活习惯 您做到了吗 打新闻 杨韵瓷 叶依林 台北报导 我们在开业到现在 我们的平均外送速度 大概24到25分钟 那就是全球最快 控制我们厨房到厨房上 控制5到8分钟 当你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是在送餐 外面刮梦下雨的时候 我们还是得要在外面送餐这样的 人间温情莫过于此 没有血缘关系 却能够轻如一家人 看到的是在福尖泉州 这一位少年狼侯俊龙 出生的时候是一位早产儿 双脚畸形行动不方便 六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往生 母亲也因此离家 他的爷爷奶奶照顾他长大 慈一志工在他8岁的时候 关怀陪伴一直到现在 他国中了 弥补了俊龙没有父母亲的遗憾 侯俊龙从开始上学 70多岁的爷爷 就是每天四趟来回接送 慈一志工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 来疼爱教导 他因为早产 双脚畸形行动不变 但生活起居 志工要他能够自己打理 以后房间正在家 看他整整齐齐的 好不好 做得到吗 可以 侯俊龙的父亲 在他六岁时就因病往生 母亲也因此离家 爷爷奶奶辛苦拉拔他长大 慈禧人也从他独小二开始 一路关怀 不只是补助生活 也关心他的功课 房门旁的脚踏车 就是特地为他送来 就是脚会比较灵活 你穿着你没帮我 我特地坎口 你想想想就帮 你还会开我 好 丧子之痛奶奶还没放下 这个家还是需要陪伴 志工也会一直都在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 黄国文明 黄晓莹 福建报导 也是感动人心的故事 从手心向上到手心向下 帮助比自己更悲苦的人 马来西亚击打慈禧人 陪伴这位中风的 机车行老板五年的时间 因为生病 让家中经济陷入了困境 索性得到慈禧人的援助 志工更陪伴这位老板 重新站起来再出发 如今他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投竹筒做环保回馈社会 我会继续做环保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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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夫妻都在很积极地在过生活 做环保回馈社会 他做环保回馈社会 但我不会停止了 他长得留在前面我 因为他的肩膀不硬 但他做环保回馈社会 他非常完整 我会继续做环保回馈社会 因为我感到很健康 我会继续做环保回馈社会 他会继续做环保回馈社会 他会继续做环保回馈社会 虽然已经结案了两年 但是沙拉伯两夫妻跟自己 还是有联系 透过头竹筒做环保 他把那些爱心又传给更需要的人 这就是上人教我们的 祭品教福 马来西亚柔佛州 举办了传统庆典 每年农历九月 是九黄椰旦游行庆典 马泊慈一志工 已经是第六年来参与 今年在游行前 志工请来游行主办庙方 及环卫单位代表 与志工分享环保宣导 带来的影响 年长的志工是年年参与环保宣导 以身作则带动了民众 一年比一年清洁好 我们不用去试 我们有拿这个环保部落地的牌 跟他们讲 观众都是好像很接受我们的环保 这很好对社会也是很好 还不然他们不会乱丢 就是刺激以身作则 先做出好的版样给大家看 所以每个人就会协作协作做了 现在有他们的会 只在整袋 我看到刚才也是人家整整袋的来放 麻坡自2015年起 荣获柔佛州最干净城市 这份殊荣需要你我一起来守护 大海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佛式用品展 设置有6000个摊位 其中金丝书宣 今年以金丝语30年为主题 推广好画广结好园 其中看到珍珊美志工廖雅面 这一次也带着儿子 一起来承担记录 感恩慈记人这一路走来对儿子的照顾 同时也打开了儿子封闭的心灵 金丝语30年大大的看板 点出这次的主题 有人是特地从北京来 四年前就在佛式展遇见慈记 对金丝人文很认同 因为现在的人心很浮躁 然后看了这个金丝语之后 很多客户都找出 哎呀我在哪里能够买到 有精装本也有随行本 里面的话语简洁有力 让人爱不释手 这种小本子携带很方便 因为我经常出去旅行 我觉得在飞机上啊 或者是后机的时候都特别方便 厦门双十中学的董寒珍 则是放弃了学校的校信活动 特地来做制钩 我们要把握姻缘 然后珍惜当下 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空余的时间 拿来做有意义的事情 厦门佛事展 慈济今年是第十二年来参加 王兴若跟着妈妈一起来做记录 在过去他可是足不出铺 慢慢就胆子就变大起来了 也爱说话 心情会变得好很多 大学会考的压力 让兴若封闭了心灵 妈妈带他走路慈济有了转变 爱画画的他 也爱把慈济人画进他的画作里 信条柔和 色彩丰富 来了慈济以后 他就觉得慈济这里的人 跟外面的人是两个世界 然后来到这里 他觉得这里的师兄师姐都对他很好 这次的博士展 是他主动提出要来做制钩 和善同行心也不在阴霾 大爱新闻之上美志工张艺川 刘玄玄 董家坤福建报导 再来看到台北市大同区的慈济志工 把握机会推速与广大的民众结缘 位于台北市大同区的林济寺 从9月底开始 举办为期21天的华盐21盛会 大同区慈济志工也以共斋结缘 林济寺这一次的晚会 我们实际承担相机做便当 便当有6道菜 5天都是不一样的菜色 5天的供斋期间 每天志工动员近50人次 从一早就开始忙碌准备 每天要供应500个便当 还有工活的摘菜 那等一下打便当完以后送过去 那下午的时候 还要把便当盒收回来洗干净 便当里面的菜色非常地丰富 色香味来提供我们 然后在这里非常地感谢师兄师姐 这一次感恩这个慈济团队 来宣导这个环保 所以这次用这个环保参合 第一个省时间 第二个经济上也给我们省了很多 省下来我们也是要修缮 余额都是要修缮 所以这一次就是很感恩这个慈济团队 法会圆满前的最后5天 慈济志工以好手艺 与大众接下了一份好缘 大约新闻之上 美志工黄鲁辉台北报道 连续假期过了一半 您做了什么 来看看在高雄 为了制作福会红包 志工把握连续假期来付出 像是有母女党志工 就趁着假期携手来做福会红包 享受母女团聚 共跟福田 仔细粘上稻子 另一边的志工则点上白胶 要进行最重要的步骤 贴上纪念笔 不只要摆正不能有丝毫偏移 连旁边溢出来的胶水都不行 现在是湿的 如果你还不赶快剃掉 等下干了就弄不起来了 这是岁莫祝福要用的福会红包 每个细节都要求完美 志工用心的双手 关节肿大 但不是做到发肿 而是它有肋风湿性关节炎 像我如果做福田 做香吉要走的 我就会带呼吸 你自己有病痛 你自己知道 有在控制 很乖的事 对对对 我都不敢投入了 他积极控制病情 因为要做瓷剂或是浮惠红包 都需要有健康身体 这连续假期 高雄慈济志工家景制作行程 81岁的志工 因此推辞家人旅游邀约 大儿子要学我去自器玩 我说慈济有工作 我要来做 不能自器 但不因为付出 而牺牲和家人团聚机会 因为他就是和女儿一起来的 我们平常的功能性 也都不一样 很难得说 因为这一次制作红包 两个就是 的那个制作的 承担的功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反正在家陪妈妈 跟来这边承担 也是赚付费 功德财 女儿平时要上班 这次假期母女俩 难得同场付出 携手做付费红包 更能享受团聚时光 让廉价的意义更加倍 戴新闻 陈宜珍 郑瑞平高雄报导 台中有一名陶义家林烟潮 小时候生活辛苦 如今事业有成 于是他想回馈社会 决心要帮助弱势 今年号召众人之力 制作了茶壶木星木爱 同时也捐赠两台富康巴士 给台中市政府 因为喜欢收藏茶壶 爱上陶义 林烟潮创作之路将近20年 逃逸是兴趣 本业是经营印刷厂 国中毕业就去当学徒 小时候家里穷困 生活的苦还印在脑海 要我去决社会 社会人就不送来 去到美人家 就要来 赶紧 没有付 你老婆再叫你来叫美 最近难以为难 所以我要出社会 我就跟一些助商团体 现在事业有成 帮助弱势付出行动 一年之内 缺了两辆富康巴士 使许多行动不变者的人 以及他们的家属 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 富康巴士 除车次数高 平均八年就得要泪换一辆 李烟潮号召爱心 及众人之力做善事 太太非常支持 善事嘛 这个做公益嘛 帮他 这本公司的事情 我能够做的 我就先把他做好 夫妻同心 欢喜付出 每一把茶壶都装满爱心 大爱新闻 郭文林 林信宏 台中报导 现在最后带你到奥地利 来看看在阿尔卑斯山 举办了一场 号称全世界最陡峭的 山坡竞赛跑步 参赛者在大雨当中 从40度的山坡往下冲 完成了350公尺泥泞赛道 许多参赛者全身沾满泥巴 也乐此不疲 以上就是这一节 那爱全球新闻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